那各位畫面就先借我一下好了 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把 YouTube影片的尺寸 應該說錄影的尺寸 還有 筆跟大家介紹好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個錄影的工具 那這個是屬於線上的 免費錄影 但是你不用擔心 線上好像就傳出去 沒有 他只是 你要用這個工具的時候 你必須要聯網 可是你錄的影片 是存在你自己電腦而已 那因為我這邊不行 所以呢 你可以先試看看 你到這個網址 在我們這邊這裡 Appausal 你現在這邊看到的文章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寫的 比較多啦 當然也有 部分少數是 別人的 但是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寫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在這裡 好 這裡有一個 這個 你打開之後 可以連到我的那個部落格上 當然如果你發現這樣速度比較慢 或者是 有問題沒有辦法顯示出來 也可以按一下新本頁 它就不會被開在1.0裡面 這樣了解 這樣了解 好 現在網路難道不通了嗎 那您進到這邊之後 這裡有個網址 有沒有這個網址進去 這網站其實有提供 蠻多工具的 蠻多工具的 包括了什麼 你看到這邊 有錄影 有沒有線上也可以錄音 你也可以做轉檔 甚至 比如說YouTube影片的下載 它都有 好都有 那 另外呢 也有一些手機的啦 甚至有螢幕的擷取的部分 那我們要的主要就是這個螢幕錄影的功能 所以呢你待會呢 進到這個網站之後 它Mac上也可以用喔 好 Mac上也可以用 第一次的時候 它會要求你先裝一個 就是所謂的那個叫啟動器 啟動器喔 所以你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會這樣畫面 那下載完 那檔案小小的 一美嘎多而已 好小小 你裝完之後呢 就可以用了 好就可以用了喔 你可以看到 啟動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這樣的畫面 在這裡 其實這個工具也蠻好的 是因為 它已經幫你把筆準備好了 就你錄影的時候 那支筆就把你準備好了 好那你 網路攝影機 想要出現的時候 你也可以隨時 就出現 只是 目前 我這邊沒有辦法使用好 我這台電腦 不知道為什麼裝不起來 但是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 我有先 準備起來的 沒有聲音 我來看看 你需要 好 你看 再 看一下 可以 那你可以看到 在麥克風 好我把它切高一點 有沒有你可以選擇 看你要錄 系統的聲音還是麥克風的聲音 還是兩個都要錄 你可以單選擇我只錄螢幕或者錄你的網路攝影機 都可以 再來就是這個尺寸喔 來 你看一下這個尺寸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 我們剛剛在講的 這個 有沒有 640 360 1280 720 了解喔 所以一般我們在錄的時候會盡量錄什麼 標準尺寸 錄標準尺寸 這樣我們再看會比較好一點 好現在就可以直接錄囉 他會告訴你有一個快速鍵啦 有一個快速鍵 OK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支筆 這裡有一支筆 有沒有 那如果你隨時想要把你的那個鏡頭加進來 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就老師想要進來跟大家 say hello一下 你就把這個 攝影機打開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 錄影的時候 等於同時又提供什麼 又提供畫筆 然後呢你也可以把網路攝影機的 畫面直接加進來 好 這個是基本的 好 我就先到這邊 那麼 你如果做完了 這個軟體還有一個 好處就是他有 簡易的什麼 影片剪接的功能 等於萬一你如果 沒有弄得很好 不用再找軟體了 在上面直接稍微簡單 使用一下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你可以做剪接 剪接完了 你就可以最後做輸出 那你關掉他 就什麼事情也沒有 就很簡單 唯一的缺點就是你必須要連上網路的時候才會啟動他 這個是 一個 等於說我 即使沒有買任何軟體 我們利用這個線帳 也可以完成 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各位囉 可能你可以稍微到這個網址上看一下 因為我這台 沒辦法使用 所以 我不確定各位的 OK 他的網址 在這邊 你到我那個 部落格上都有 你進來之後 這邊就有這個 免費的 那你按開始錄製 他會 問你 要不要下載這個 啟動器 像這樣下載一個啟動器 你就把它裝起來就好 你下載完把它安裝起來 他大概1MB多 所以應該一下子而已 所以我把它暗示 理論上是這樣就啟動起來了 可是我不太確定為什麼這台不行 這樣OK嗎 這是 目前來講應該算是最方便 最簡單 也不需要 額外 安裝 太多軟體